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衣服是equipment 它的领口开的很大 大概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里面穿了一件打底 黑色的打底 可能看起来会比较空一点 所以我这里加了几条项链 显得更丰富一点 它的袖子也非常特别 是灯笼袖的 这件衣服的材质介于水缓和针丝之间 我觉得非常舒服 夏天穿的话会有点热 但是在空调房里面就没有什么问题 我搭了一个高腰的浅色牛仔裤 然后搭配了一个黑色的包包 整体的感觉就是黑色的一身 我的鞋子也搭配了一双黑色的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件衣服是这件算是土黄色的锅点的上衣 它也是有灯笼袖泡泡袖这样的感觉 它的衣服上面还有一些细细的隔纹 要近看才能看得清楚 你们不知道镜头前可不可以看得到 这上面隐藏的一些细细的隔纹 这件衣服的特色在于它后背的绑带设计 它后背是可以继承一个蝴蝶结的样子 这件衣服它是一个涂黄色波点的 我下身搭配了一双鞋子 它是一个橘色波点 黑色底的 跟扇衣有一点互相回应的感觉 我搭配了一条牛仔裤 白色的牛仔裤 这条裤子And Other Stories的裤子非常百搭 还有一个米色的包包 也是我今年夏天出镜率非常高的一个包包了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很特别的衣服 这件衣服就是Yakmiuse的连衣裙 Yakmiuse大家应该觉得它的包和鞋子都非常熟悉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料子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镜头前看得见 它的编织很特别 它的波点是编织在衣服的料子里面 而不是印在上面的花样 所以它是很特别的 它下面的流书也是这样的感觉 它把这个波点嵌在了这个流书里面 非常巧思的一个设计 这件衣服如果日常穿着的话 我会搭配一件外套西装来穿 然后它这件衣服比较适合秋天穿 可能再过几个月就可以穿了 但这件衣服穿起来比较不舒服 因为它的重量还是比较重的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厚的面料 所以它这里是挂脖的设计 就是把 其实这件衣服整身的重量都集中在挂脖的设计这里 所以脖子这里会比较辛苦 这身衣服搭配了一双黑色的凉鞋 还有一个黑色的宝宝 这个手铃包我刚才拿过了 走路的时候这个流书里面 我感觉像在跳博标舞 好像很浪漫的感觉 这件衣服如果搭上一件西装的话 日常穿着也不会觉得很夸张 然后这件衣服它的料子又这么厚 我觉得去海盗穿的话也比较不合适 所以还是套上一个外套在秋天的时候穿吧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件衣服比较适合度假的时候穿 如果日常穿着会比较夸张一点 它非常像九十年代香港的电影电视剧 人物去约会的时候会这样穿的感觉 它的底色是黑色 它的波点是黄色的 这样搭起来也挺有趣的 黑色的沉闷中有一点突破的感觉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套波点的衣服 其实这套裙子是去年就买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搭配 但是当我看见这件衣服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它了 然后这一套就搭起来了 这件上衣的话是纯棉的 它的袖子有一个蝴蝶结的绑带 它其实有两穿 一种穿法是这样的穿 然后也可以露肩 它的底色是米色的 台上面有咖啡色的波点 这套衣服我搭配了一个手提香了一双 Mango的木勒鞋 其实它是去年的款式了 但是我就是挺喜欢穿这双鞋子的 它穿的很舒服 而且很平价 下雨天穿出去也不会觉得很心疼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件衣服也是波点的感觉 它的料子是真丝的 穿起来很舒服 它上面是有很多彩色的波点 有粉色的 有红色的 有白色的 有蓝色的感觉 很有童趣的那种味道 这件衣服我买大了一点 它的腰身会比较宽松一点 我觉得如果在买小一号的话 二码的话 它应该会比较更合身一点 更修身一点 会更显瘦 这件衣服的下枕我搭配的是一双 可爱的绿色的高跟鞋 我非常喜欢这双鞋子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牌子 下一次我要给大家做一个 关于这个鞋子牌子的一个合集 我搭配的包包还是这个黑色的一个小包 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件波点衫 是我最喜欢的一套 这件衣服是来自法国的品牌 它的波点是不规则的 它的料子也是非常舒服 有点像棉麻的质地 它的编织的手法比较特别一点 好像是不规则的一种编织法 它上面有很多画边 这个牌子也很特别 它一直都是出经典款 它比较少推出新款 这一件是它2019年的新款 然后我看到的话就非常新款 它的后边是大量的荷叶边设计 后边还有一排的扣子 我下身搭配的是一条格纹的裤子 我觉得格纹和波点之间 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有一种互相回应的感觉 我的脚上搭配了一双 大红色的鞋子 正好跟身上的白色啊 黑色灰色这样的颜色 壮色 我的包包还是令我最喜欢百搭的哪一个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好大家下次再见 大家下次再见 再见